大家好,我是小颖,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如果是我的甜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静悄悄地给我一个like。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 日前,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颇有新意。 研究人员从食物营养素与人体内炎症相关性这样的角度来探索吃不同的食物影响体内炎症状况。 从而与心血管病、冠心病、中风风险的影响相关性进行研究。 研究者根据不同食物与体内炎症相关性进行评分,评估各种食物的致炎作用,评估出抗炎食物与醋炎食物。 该项研究对20万没有心血管疾病的美国居民进行了32年的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与经常吃抗炎食物的人相比,经常吃醋炎食物的人发生心血管病、冠心病、中风的风险分别增加38%、46%、28%。 抗炎食物对抵御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很大。 炎症是动脉周氧硬化和血栓形成的关键危险因素,是引起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而食物对人体炎症的影响会引发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表明,通过对食物的选择,多吃抗炎食物,少吃醋炎食物。 实际上是日常饮食的一种健康模式。 近期,又有西班牙的一项研究显示,平时多吃鱼、坚果及富含A亚麻酸的植物性食物可以保护心脏,对心梗病人可降低24%的发生风险,以及降低26%的再住院风险。 并且,在对心梗患者随访期间,多吃鱼、坚果等抗炎食物,心血管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分别下降了22.4%和11.4%。 原因何在? 研究认为,因为这些食物中富含有明显抗炎作用的Omega3脂肪酸,抗炎食物对抗心脑续管病的用于实力。 体内炎症是导致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 认识饮食因素是影响体内炎症,从而影响慢性病发病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太重要了。 现代研究发现,人体内的炎症反应不仅仅与动脉周氧硬化和血栓形成有关, 还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增大有关。 与增加癌症、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哮喘和退行性关节炎发病风险相关, 更与加速衰老寿命减少有关。 所以人体内的炎症反应是导致各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 如果你身上有慢性炎症的危险因素存在, 那么你就要警觉了。 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可能会比别人大。 如果我们在饮食中注意少吃、少摄入, 促进人体炎症的食物及营养素, 注意多选择一些抗炎的食物及营养素, 那么就会控制和减少体内炎症及炎症反应, 从而有可能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这样的饮食显然对健康有益, 对远离或减少慢性病有益。 七种食物跟消炎药一样靠谱。 一、鱼类。 OB3脂肪酸可抑制炎症、 三文鱼、沙丁鱼、鰂鱼等富含此类物质。 有慢性炎症的人平时可适当吃一些。 二、粗粮。 全穀物食品和未经过精加工的粗粮, 消化速度慢,能防止血糖皱升, 有助于控制炎症。 全穀物包括小米、糙米等。 一些优质豆类如红小豆、绿豆、豌豆等, 富含B组维生素、铭、钾和可溶性膳食纤维, 生糖指数有益抗炎。 三、果蔬。 所有绿叶菜都富含铭元素, 有利于缓解炎症。 苹果、柑橘、葡萄及深绿色叶菜中 富含多分类物质。 胡萝卜、南瓜等皇城社食物中 富含类胡萝卜素。 这两种物质都有利于降低炎症反应。 建议每天摄入蔬菜300到500克, 水果200到350克。 四、茶。 白茶、绿茶、乌龙茶等茶叶中富含R茶酚, 具有抗氧化和消炎功效。 五、一些调味品。 生姜、大蒜、辣椒、肉桂等配料中 含有大量天然抗炎物质, 如姜黄素, 可以在做菜时适当放一些。 六、咖啡。 不要饮用那些二合一或者三合一咖啡, 首选家中自煮咖啡。 一般来说,每天一杯200毫升是可以的, 不要过量饮用咖啡, 否则会阻碍铁和钙的吸收。 另外,感冒期间误喝咖啡。 七、核桃。 近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 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 核桃有助于改善心脏健康和降低炎症反应。 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两组, 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的饮食中每天添加30到60克核桃, 并持续两年。 对照组则不添加。 通过对比发现,相比于对照组, 试验组受试者10种生物标志物中 有6种明显下降。 5种食物或是炎症的帮凶。 1、甜食。 美国阿勒冈州里大学营养学家指出, 含有大量精致面粉的食物会生成醋炎因子, 这与其生血糖速度快有关。 高血糖会促进炎症反应发展, 因此,甜饮料、甜面包、蛋糕等要尽量少吃。 需要提醒大家, 酸奶是一种健康食品, 但不少酸奶含糖量很高, 购买时最好看清营养标签。 2、高质食物。 研究表明, 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会促进体内严正的发生和发展。 饼干、奶茶等很多高脂肪食物 含有上述不健康的脂肪酸。 不少加工食品中, 则标注含有反式脂肪酸或氢化油。 患有关节炎、鼻炎等慢性炎症的人群, 吃上述食物一定要控制好量。 3、油炸食物。 美国纽约西乃山医坎医学院, 经营救人员发现, 当油炸食物食用量减少, 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 因为大量油炸食物用的都是反复煎炸过的油, 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 建议少吃油炸食物。 食用油尽量选择出炸橄榄油, 有机菜籽油等。 4、加工肉制品。 经过精加工处理的肉制品, 如腊肠、热狗、火腿、培根等富含饱和脂肪酸 会加重炎症。 建议用新鲜肉类代替加工肉制品。 5、过量饮酒。 酒精外用可消灭病毒、细菌, 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但过量饮酒却会诱发或加重炎症。 不过有研究发现, 红酒中富含的抗氧化剂白绿卤醇可抗炎, 建议每天不超过一到两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